台积电法收会之后 接下来要如何操作台股呢 还有今天大人哥在盘前的 Teregram所提到的环球金 以及合金 今天都是上涨的 非常的恭喜 以及我们的励志 终于等到它上市了 好那就请看今天盘的解盘 欢迎收看人者无敌 大家好我是世伟 在我身边的是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世伟好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 好的千户万换 我们终于等到它 今天是励志的上市了 励志上市之后 后续该怎么看怎么操作呢 等会陈坤仁分析师来告诉你 但节目的一开始 要先请大家赶快加入 大人哥的Liant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每天早上7点钟 大人哥送给你 最新最及时的谈前解析 帮助大家掌握 今天台股的重点 今天在台股的Paregram当中呢 我们所提到的环球金 以及合金 今天都是有上涨的哦 不过当然我们更关注 今天台积电的法事会 后续会如何 还有如果你现在 正在看YouTube的话呢 请动动你的手指头 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我们的订阅人数 已经达到了一万两千人了 还有我一定要强调 我们有超级棒的教学影片 就在我们播放清单的 大人哥玩鼓当中 要请大家呢 赶快去把它看起来哦 好 接下来呢 赶快请教一下人哥了 今天呢 立志上市了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呢 好 那四位好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的立志 它总算是千户万换 终于上市了哦 那你会看到今天的新闻说 哇 那个立志上市好棒棒 大涨了36%还是37%的哦 然后呢 那个抽到一张立志的人 可以现赚22万 然后呢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 回来到所谓的本质上面 或者说回来所谓的 操作面上面来说的时候啊 我老实的说 今天的立志这个上市的行情 叫做是 有点不足预期的行情 那不是因为我没抽中的关系 因为我真的 我是真的不会抽中 但是我们会赚到立志 这个大波段的行情 好 回来到立志这块来说的话 如果大家有看到之前 在新贵的立志哦 曾经一度到了 大概接近900多块的那个位置 那我长期看好立志上千斤的 这个波段的这个走势 是看法是没有任何改变的 那但是呢 其实它今天的一个 上市行情来说的时候啊 其实今天收盘收在800块 那叫做是多方在这边去一个 去一个利手 或者叫做多方在这边 去做一个稳盘 但是它并没有特别想要去做一个强攻向上的动作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我们还是回到像这几天的行情 因为其实这几天的行情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资金行情 那看起来就是没有那么丰沛了 所以这几天来说的话 包含了像是6415的系列 那像系列它是股王 然后它也是所谓的电源管理IC的龙头 那这几天来说的话 它带领着整个千金股 去做一个下跌这样一个修正的行情的时候 也无形中让这个6719的励志 今天的上市行情 来的不是那么样的亮丽一些些 那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真的不要看我的节目 就去跳下去买股票 因为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说过了 我们的励志的成本 最低我是买在 来6719 10月25号那个时候 来在这边 10月25号那时候的580块附近的位置 哇你才买580 是那当然我们在逢高的过程之中的话 也有去做一些加码的动作 那但是如果真的所谓的 这个今天这样的行情来说的话 或者最近的这样的行情来说的时候 它遇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乱流 那这小小乱流 我还是一样跟大家重申 它是没有太大的一个疑虑 跟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从所谓的基本面来说的时候 那包含了像是CDKY 那CDKY它就算是今年 或者就算是最近的短线上面跌幅 超过两成的跌幅 可是它怎么样都是一档 去年赚差不多六十几块 然后呢今年的获利的话 可以跳升到八十几块 大概接近88到89块 那附近的位置的吸力 所以今年的吸力一样是高成长 或者是说励志 去年大概赚15块左右 那今年的话我看法人大概预估 差不多接近25到30块左右 所以原本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叫做是30块的励志 然后只要30倍的本益比 那很简单就可以达到1000块 附近的位置 可是这时间点的话 我们面临的叫做是一个 因为资金行情不在的关系 所以面临的叫做是一个投资价值 或者叫做一个是 短线这边去做一个修正行情的关系 所以让它的这个本益比的 这样的角度来说的时候啊 并没有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一个展现 可是呢 这也没有去做展现 倒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接下来的过程之中的话 你会发现当他们在一个股价下跌 或者股价修正完毕之后呢 那它就会带来一个叫做逢低的买盘去做介入 或者说逢低 你就会看到说 有一个投资价值浮现了 或者说它依然去成长了 或者说呢 其实立志 它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说过了 它是具有电源关系加上MOSFI的 那目前来说的话 其实立志它在网通的这块领域 我想通讯这块领域是比较大幅的一个领先的 然后它这个时间点的话 也是就切入到所谓的伺服器的这块 那当然这个时间点的话 车用的这块是他们正在积极的努力中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一块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就是从无到有这块是最美的 因为它有领先的技术 然后呢因为它有这个 就是说转型到车用这一块 转型到伺服器这一块 那这个都是接下来 今年持续依然非常成长 非常一个趋势成长这样一个角度来说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说 这时间点的震荡 那反而会带来一个更低 更好 甚至是错杀之后 或者是说 希里也是 我觉得希里也是 来希里也是 然后立志也是 它会带来一个错杀之后 或者说手稳之后更低 更好的加码点 所以回来到那个立志这一块来说的话 我觉得依然是在千金的这个角度 我是没有任何改变的 那只是有一些更精准的买卖点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正在积极的等待它的一个更好的买点出来 那我们会带着我们的团队来去做一个加码这样的动作 所以这是先跟刚开始说 因为前一阵子我压立志我觉得那个喊得蛮大声的 那今天我想应该蛮多人会问我说 为什么那个蛋哥那个立志为什么没有上千金 我就直接告诉大家我项目前的看法了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我们的一个看法 那当然我们前几天 因为刚刚就就是世伟所说的 其实我们前几天在我的那个YouTube影片上面 那个分享了一个新的影片 就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的YouTube的人数正式突破了一万两千人 非常的谢谢大家 那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所以我们在我们的YouTube影片这边 来分享给大家五档的趋势成长的 精选的投资价值浮现股 那其中有一档个股的话 也是其实我们之前就分享过 那这一次再次分享给大家 那为什么这一次再次分享给大家的主要的原因 也是因为我真的看好 所谓的电源管理IC这一块的今年的依然是成长的 然后呢这档个股的话是8081的自新 那8081的自新的话 其实你如果看它今年的营收跟获利 所以依然可以维持在高档 甚至或是说它有取得到所谓的 金元代工的新的新增的产能 然后最近来说的话 它的本益比又回到不到十倍的那个地方 因为它今年怎么样都赚25块到30块左右 可是这时间点的话 它不到300块这个位置来说的话 其实反而提供给我们一个很低很好的 这种投资价值浮现的这个点位 所以包含电源管理IC 包含的系列 修正过后的系列会更漂亮 然后励志也好 或者像是智欣也好 像茂达也好 这些相关个股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在修正完毕之后 然后会有一个更好更低的买点去做切入的部分了 讲到这边当然还要请大家赶快来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了 请大家记得订阅按赞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 同时不要忘记了到我们的播放清单上面 去看大人哥玩股 我们最新的成长价值浮现的个股的部分 要请大家赶快把它看起来 另外接下来也要请人哥稍微的来平息一下 今天的台股跟美股的部分了 今天美股是小涨 四大指数都是小涨的 而台股其实也是跟美股差不多的走向 我们应该要怎么看待 好 因为其实如果就美股来说的话 你会发现说这几天突然声音又不一样了 因为上礼拜的时候 它说肺的转硬很用力很凶 然后结果这个礼拜的话 肺的不那么硬了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定掉我们一句话 因为行情面来说的话 其实这几天的行情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行情 所以我们赶快跟大家快速带过 因为有更多的一些操作要跟大家去做分享 这几天你会发现说 其实今天凌晨的美股四大指数是回稳的 那这几天的话你会发现说 有CPI确实是创下了什么1982年以来的 什么39年来的新高 那可是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就是连拜登总统都出来讲话了 他讲的是什么呢 他说有虽然看起来好像是CPI 有创下了最近的新高的这个位置 可是呢如果从所谓的月增率的角度的话来说的话 其实反而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结果连拜登也变成是经济的专家了 那这个时间点来说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预测的到 或者说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分析的到 FED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他就真的是在做一些稳定的调控 提醒告诉你说他接下来怎么走 提醒告诉你说不用担心 我不会让市场上面崩盘 我会稳稳的告诉你 我们接下来一步一步一步 要去怎么样去做操作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美股四大指数 它顶多就是一个创高 然后拉回的过程 那你会发现说 其实景气依然是明朗的 通膨依然是可控的 然后这时间点的话会动用 当然会动用一切像是升息的工具 就算是缩表也好 那那时间点来说的时候 你会发现全市场都已经知道 哦 没错 我知道你要这样做 好 那我们就来应对啦 那结果就说 就没事了 然后你就去看到说 之后的行情或之后的指数的话 依然会去做 创历史新高这样的动作 那指示呢 接下来的行情要是 每一次创下历史新高的时候 那他就会给你做一个调控 因为他不希望 那个指数要是无止境的去往上涨 或者说他不希望 通膨一直去影响到 这个目前的一个行情 所以他会在每一次 需要去做调整的时候 就是做一个精准的控盘 这是美股的部分 那台股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样跟着美股去走 所以这几天的台股 你会发现说 其实还不错 就是2330的台积电 当然这几天它依然是带着指数 或者说像是最近的金融股 那昨天前天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其实金融股都已经公布他们 15家的获利都已经公布 金控股都公布完毕了 什么10块 12块的国泰金跟富邦金 他们真的很棒 他们真的是现在这些点 就是就算是这几天 用所谓的撑金融来去做护盘的话 我也觉得是称的叫做理所当然 因为这时间点 他们的基本面 真的是很棒很棒的基本面 去年的获利不错 那今年因应的升息的角度 来说的时候 也会更加的亮丽 所以即使是富邦金跟国泰金 像这种金融股 他们这几天 有这种短线上面去做拉抬的 这样的过程 那这也叫做是一个 顶多只是回到他们一个 基本面的支撑的过程而已 所以10块 12块的这样子 国泰金跟富邦金 他们就是一个很便宜的 这样的过程啊 那当然难免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你又在拉台积电啦 你又在拉金融股啦 会不会对于行情这边来说的话 有这种垃圾盘的这种很讨厌的现象 那不过呢 其实在我们最近常常跟大家定调的 就是说呢 怎么样在行情回稳的过程之中 总是需要你要看到一些全资股 或者是说一些护盘 甚至或是说政策意义宣示 告诉你说不用担心 我会稳着盘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来做的时候啊 其实你会发现说 其实今天的大盘 也依然在这附近去做一个 宣示的意义 所以今天的大盘 或者说这几天的大盘的话 在手稳了月线之后呢 就像东东东东 连续四根的这样的红K 这样上来 接接高升 是 然后又快要接近历史新高了 那今天的话是上涨了61点 然后呢 今天成交量稍微萎缩到了 2773亿元的这样的水准 那回来到贵买指数来说的话 应该还是大家比较觉得 还是比较不是那么愉快 我看到贵买我有点心碎耶 怎么又跌破季线了 是 那因为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昨天也跟大家提醒过了 或者说最近我们常常跟大家提醒到的 因为毕竟今年的 就是农历年前 我们看到的是市场上面的一些内资的资金 有一些跑得比较快的人 跑得比较快的这些主力的资金 他们真的在这时间点去做一些资金的收手 这样的动作 那这些这样的动作的话 也让短线上面的贵买指数 来得比大盘更来得更弱势一些 那不过这倒不是这样的太大的坏事 因为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你会发现说 那个收手的这些人 他们叫做是超杀了 或者是说超跌了 然后让一些股票的这个更好更低的价位 反而在这个时间点去做浮现 因为其实有太多太多的个股 跟太多太多的族群 到今年我们依然看到他们是一个趋势成长 甚至或是说订单能见度到第二季到第三季到下半年 好多好多好多 那比方说像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提醒到的像是 这里 所以再次相调就是在我们每天早上七点多的时候 七点的时候不要说七点多 就是来七点的时候啊 你就会看到我们那个每天的盘前的提醒 那盘前提醒的话就是我们会用一些相关的数字 然后告诉你现在目前的一个行情的看法 跟一些你可以关盘上面的重点 那我会告诉你说因为真的配市场上面配合费的政策 然后去做出所谓的调整 那盘市会在震荡之中去做一个回稳 然后呢资金行情会转为投资价值 那记得要把握这个这一次 真的难得因为所谓的内支错杀超杀超跌 出来这样一个买点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这里面相关的内容的话 其实我们都在每天早上七点的时候会分享给大家 那这个待会再说 然后回来到行情的部分 我觉得行情的看法是没有改变的 就是今年真的不用担心所谓的崩盘 或者是说担心所谓的行情转空的疑虑 因为我们有FED那边再去做一个精准的调控 然后我们有看到大盘加均指数 在这边去做一个稳定的这种撑盘的动作 那我们看到的是虽然最近比较弱势的贵盘指数 可是呢当他们在跌 就是跌短线上面因为有一些资金提前撤离 然后离场之后 带来一个更好更低的买点这样一个过程 那这个都是我们要这个时间点 去好好去做把握的这样一个动作的 好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赶快请人哥来帮我们点评一下 今天下午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有关于台积电的法说会了 台积电呢公布了相关的数字之后 接下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操作呢 好 那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早上在盘前提醒的时候 有跟大家说过 因为其实今天真的很重要 对 因为今天的那个台积电跟大立光 是同步召开法说会的 这真的历史很少见 因为通常都是大立光开完之后 隔一周才是台积电去开法说 那因为其实台积电跟大立光分别代表的是全王 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它今年一个转型的过程 那台积电它毕竟还是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全职 或者最重要的一个产业的指标 因为它位居在晶圆代工半导体的很重要的这个中心点的位置 那半导体的龙头 晶圆代工的龙头 它如果释出来都是景气一个展望的乐观的看法的话 它会带动IC设计它也会带动风策 然后它也会带动整个半导体的族群 所以今天下午台积电法说会我们刚刚看到了 那台积电法说会的话它其实今天讲的还蛮不错的 因为它今天说了 那个因为它其实去年的EPS也正式公告了 是23块钱 那23块钱其实这个叫做是市场的共识 然后今年来说的话很有机会 当然它不会讲今年获利多少 可是如果我们看今年的获利预估来说的时候 其实今年在所谓的晶圆代工依然是产能工不应求 或者是说它依然先进制成有拉高它的毛利 甚或是说它今天还讲说它的第一季 你看这边 这边它第一季的营收竟然还可以上看9个percent 再创下历史新高 然后毛利率的话竟然还可以重回到53%以上 这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法说会 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 全网应该带领的方向 或者它一个指引的方向 因为半导体目前看起来是一个展望乐观的一个族群 然后甚或是说我们展望也有跟大家说过了 我觉得我依然看好半导体受惠的一些相关的产业类别 那比方说我这边有写到的是受惠到晶圆代工的细晶圆 那比方像是环球晶和晶这些相关的个股 那今天的这些相关个股来说的话也有不错的表现 就是今天环球晶依然在这新高附近去做震荡 然后呢合晶的话也在这个就是拉回的过程之中 也获得了回稳 那我也是帮这些相关的个股去做一个送暖的动作 因为所谓的送暖真的是短线上面 你会发现说他们真的是超跌超杀 错跌错杀的一个状况 可是那种营收创历史新高的 晶圆代工的受惠族群 比方像合晶也好 它营收也是创历史新高啊 然后或者像是2035 2035的智原也是一样 它营收也是创历史新高啊 它的获利也都是依然是成长的啊 那可是呢 它就在这个上涨到255块银的附近的位置来说的话 它难免遇到了一些涨多 然后去做拉回 去做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它在修正的过程之中的话 它也回到了所谓的季线附近的位置 去做一个支撑了 所以有很多很多这个时间点 明明是所谓的趋势成长的个股跟族群 可是却因为短线上面的一个贵买指数的资金 提前去做撤离 提前去做缩手 而造成了一个股价杀低 挫杀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这些过程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拉回之后 有更好更低买点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的法说会 那它带来的这个一个景气趋势 依然明朗的这样一个看法 或者是说我这边早上盘前的时候也有讲到的 记忆体真的也有提前落底的现象 因为其实你如果看指标大厂 然后他们也在讲说像金豪科 他也说其实第一季的营运是落底的啊 那第二季的话其实他就已经跟客户去签好 那个力气型的价格的 那个记忆体的IC设计的价格啦 所以第二季会涨价啊 然后第三季的话会最旺啊 然后甚至像是旺宏 他也说他整个记忆体的事况 依然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缺货依然是缺货 然后涨价依然涨价啊 所以这个时间点就是 虽然你会觉得说好像最近的行情 要是比较偏震荡一些些 当然如果你有台积电或者是金融股的话 应该是蛮开心的 可是这些个股的话 当他们在当行情回稳之后 然后资金重新再回来到 所谓的趋势成长股的时候 那你就会发现说 不需要他们了 然后他们就去做休息了 然后呢资金跟个股 就会轮动到这些相关的 趋势成长股上面去 所以今年的行情的话 我会觉得会朝着这个方向 然后去做一个成长性的一个 投资价值的浮现的行情 好 那有关于半导体设备厂的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请任哥 稍微的跟我们提一下下呢 对 好 那个感谢思维 我刚刚又拉到这边 来 因为昨天的行情 因为昨天跟前天的时候 我跟大家提醒过 因为那个台积电的法说会 它常常会带动一些叫做是 先进制程的设备的供应链的部分 那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当每次台积电在开法说会的 那个时间点的话 那前面有一些拉台的个股的话 他们就很有可能会有短线上面 利多出尽的影响 那这个或许你看到我们今天节目 有一点点来不及了 因为今天其实他们都跌了 那如果你有看我们昨天的节目 跟前几天的节目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如果你真的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请你下次好好提前去做准备 那比方说你看到会有一些个股 就今天就真的跌给你看了 那你如果看到 如果你还没有 对不起 我先关一下下东西 好 这是中砂 中砂今天跌幅也来到了5.31% 是啊 今天的中砂的话 其实就是前几天 我应该可以先给你看了 1560的中砂 前几天它真的是拉得高高高的 然后一度拉到了126.5的地方 可是你会发现说 其实它拉完之后 甚或是说越接近台积电的法说会的时候 然后它就会带来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就是短线利多出尽的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其他的个股的话 比方说像是这个6196的帆宣 它的这个现象也非常非常明确 你发现说其实12月30号的那天 已经有这个就是爆大量的上影线 这样的动作 所以让它短线在那边去做一个 整理再整理的这个现象 所以它今天也下得了1.68% 那有一种比较特别明显的 就是那个3583的新云 那今天的话也回档了3.1% 那这种个股的话 其实都是带来的一些上面 就是设备族群在台积电法说之前 看起来还蛮亮丽的 可是呢在法说会的前一天 甚至是当下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说 它就跌给你看 就是利多出尽给你看 这是608的日洋 短线上面利多出尽了 是然后呢你会发现说 当他们在所谓的利多出尽之后啊 他们的回归到正常的一个交易的时候啊 它的成交量 或者说它的一个流动性 又会回到一个比较属于需要整理 或者是说比较属于这种 没有人再去做关爱的这样一个动作 然后直到下一次法说会的时候啊 就会有另外一群 那种那个所谓的台积电的相关设备厂 他们又开始活泼起来 那那个当然是之后的事情了 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可以提醒大家 你就稍微留意一下 这样一个操作的一个 一个想法 那这是今天的日洋 然后呢 今天日洋的话也跌了4.68%给你看 然后另外的话6187的万润 今天也跌了快半跟跌0百 4.85% 这都是最近很夯的个股 是啊 它是前几天的时候 1月6号1月7号的时候 还有报大量去做创高 然后可是发现说 越接近台积电的法说的时候 这种个股的那个短线上面的利多出尽的 那种相关的风险 你就越需要去做特别的留意 所以在我们节目里面的话 我都会常跟大家提醒一些 相关的操作的观念 然后跟大家去做一个相关的分享 好非常谢谢任哥的分析 真的就像任哥所讲的 贵买 周草行股的下跌 其实反而带来了绝佳的好买点 所以要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想要跟大任哥一起来 逢低布局 要赚就赚大的 要赚就赚大不断的获利的话 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获利会员团队 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0800668085 0800668085 询问如何加入大任哥的获利会员团队 或者是使用LINE的方式 小老鼠DAREN888 加入之后呢 请主动的留下你的姓名跟手机 还有一个贴图给大任哥 或是大任哥本人呢 亲自的来一对一私讯的回复大家 希望接下来呢 大家都可以在过年前的台股当中呢 好好跟着任哥一起来逢低布局一下 赶快加入会员 跟着任哥一起来操作 我们也分享了 谢谢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联裙 GU